一大片山壁崩塌 大小土石还持续滑落 屏东县三地门乡三地村内 崩塌的山壁跟景观餐厅 剩下一步的距离岌岌可危 好大雨连日侵袭 土石松动 村民们都很担心 大雨冲刷路面大掏空 这是台中市新设乡 往来风源的中八八县 也就是东洋路段 一处大弯道 攀方的山体非常大 大量土石顺势滑落到道路上 造成双向全部被阻断 幸好无人受困 由于边坡和路基都已经流失 无法在一时半刻内抢通 预计重铺边坡和挡土墙 最快要半年才能恢复通车 而陆平的高雄凤山临森路 也出现天坑 蓝色货车车身倾斜动弹不得 仔细看原来是货车陷入大洞口 还得靠起重机把车子吊起来 贵手忙着清理善后吞噬货车后轮的天坑 附近居民抗议 这状况已经半年多都没改善 就担心大雨一来路面又坍塌 参数中文报道